Hello,我是令方 今天要谈谈年轻人在想什么 看到社会上很多长辈和年轻人立场不同 相互不谅解 身为长辈的我 我教过的学生从18岁到30多岁都有 我要来说说我对他们的认识 年轻人最可贵的是有理想有热忱 他们在学校和网络上学习各种知识 也找到相互切磋的朋友 还有呢也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要理解年轻人 首先要理解他们毕业后 所面临的各种生活压力 这与我们当年是相当不一样的 现在年轻人面临三个社会环境 第一个低薪 而且还有学贷要还 第二个房价高买不起 第三个不敢生养小孩 这些困境逼迫年轻人更加关心社会议题 而且他们也想参加社会改革 终究他们的人生还有50年要期待啊 年轻人踏入社会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能存起第一桶金 不过对年轻人来说 往往毕业就是负债的开始 台湾大约有87万人有学贷的压力 每人平均要负担20万元 对于毕业后起薪只有3万元的社会新鲜人来说 得要多久才能缴完呢 说到起薪 年轻人最深层的忧虑就是低薪资 虽然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薪资已经来到了3万多元 已经创下了近十几年来的新高 但是他们的收入 想要还部分的学贷 房租 生活开销 还要帮忙分担 家计给父母孝亲费 剩下来还能存多少钱呢 所以长辈不要怪年轻人不懂得存钱 除了低薪还有高房价的困扰 都市改革组织的研究指出 台北市的房价在20年内增加了240% 年轻人的薪资只增加了15% 所以对年轻人来说 要购买自己的房子 要不吃不喝数十年才买得起 因此许多年轻人都放弃了买房的想法 把心思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头 及时行乐去了 所以长辈不要怪年轻人乱花钱 当年轻人面对低薪资和高房价的两大压力 不结婚不生育就是直接的选择 其实年轻人也不是完全不愿意生养小孩 根据调查 65%的年轻人是为了买房子 而不得不缓婚或补生 因为养孩子至少要800到1000万 这也难怪 今年台湾的喵心人和汪心人的人数加起来 超过了15岁以下的儿童人数 所以长辈不要怪年轻人不生养小孩 低薪高房价还有少子化 属于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 年轻人觉得社会非要改变不可 他们希望藉由网络发言 或者参加社会改革 呼盆引伴 一起来为他们所爱的这块土地打拼 最后我请长辈为了年轻人的未来 聆听年轻人的声音 支持社会改革 终究国家的未来属于年轻人的 今天的短片 希望能够让长辈理解年轻人 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支持年轻人 解决年轻人的困境 请你按下分享帮忙传播这支影片 让我们一起成为年轻人的后盾与力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